近段时间新疆棉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但让大家想不到的是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居然是名华裔女学生 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大学生 竟有如此厉害的手段 在她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靠山 让她不怕死活的诋毁中国 她就是当代女汉奸许秀忠 今网友爆料许秀忠出生于甘肃省家喻关市 许秀忠的家庭是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 父母对她疼爱有加 但她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嗤之以鼻 她不仅不感恩还口出恶言 甚至认为父母花钱培养她 是因为父母不能再生育第二个孩子 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书时 因为重养媚外 拿着父母给的钱 义无反顾的跑去了澳大利亚留学 这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接触了脱口秀 开始了她的脱口秀生涯 但她的脱口秀都是以贬低中国为主题 在脱口秀舞台上 许秀忠以低三下字的方式来作践自己 只为博得西方人的欢乐 正因为许秀中在脱口秀中 捏造和贬损自己的同胞和祖国 因此让她在当地小有名气 再被问到 在中国的经历时 由于许秀忠无节操地抹黑自己的祖国 她很快被澳大利亚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许秀忠被名利金钱冲混了头脑 毫不犹豫地成为他们的一条走狗 据说这个研究所是个极端的组织 许秀忠从一个业余的脱口秀演员摇身一变 成为一名分析员 然而她的任务就是配合澳洲 编造一些莫须有的言论来编排抹黑中国 在此之间 许秀忠为了彰显自己对他们的忠诚 她还以第一作者的身份 撰写了一天长达两万字 关于新疆棉花压迫劳动者的报告 报告中的内容却荒谬绝伦 这个从未去过新疆的许秀忠 居然以新疆问题专家的身份抹黑祖国 诋毁祖国 还炮制假新闻充当学术骗子 竟自己硬生生编造出了两万字的报告 这许秀忠为了迎合西方人的青睐 居然连脸都不要了 最令人生气的是 她还撒谎说 这是自己在中国亲眼所见 就因为她这番虚假言论 让西方国家钻了空子 联合起来打压中国的新疆棉花 使中国的企业受创 新疆棉花被抵制 还给新疆人民带来严重的就业伤害 只能说这许秀忠想留在国外 想疯了 她为了得到澳洲永久居留权 以诋毁中国为目的拿到的绿卡 你的良心可安 不过她的报应很快就来了 澳洲侦探托马斯 在网络上爆料了关于她的报告 涉嫌利用上次的绯闻关系上位 涉嫌骗取移民等等破事 私生活更是混乱的让人唏嘘 这瓜吃得我是真恶心 再被问到在中国的经历时 她直呼 我丝毫不为自己在中国学过 做记者这件事感到骄傲 她把细经二字运用的淋漓尽致 举宥中自认为 发几篇文章 动几下嘴皮子 就可以得到澳洲的高看吗 仔细想想许秀中 也不过是一颗可有可无的小棋子 当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时 她的下场该有多惨呢 靠卖国发家之父 最终就是客死他乡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点赞留言评论区 对此之后 好